你能想象到这个身穿露奇小背心 沉迷性感低腰裤的纹身大哥 竟是身价百亿的泰国国王吗 作为阙克里王朝的第十代现任君主 马哈尔阿吉拉龙公可谓是荒淫无度 风流成性 他至今已经结婚五次 四次废妻 利愿王妃不是坐轮椅就是蹲大牢 要不扔出国要不送出家 高兴了就大赦天下 玩嗨了就封赏狗子 放心 你没有听错 他的狗子福福早就被他封为了空军大元帅 不仅配有专门的元帅服 就连军队高层看见狗子都得行礼 甚至为了报复日本 曾亲自驾驶战斗机 再跑道拦截日本首相专机 1987年9月 还是太子的马哈前往日本进行国师访问 而派来接应他的日本司机 竟然因为内疾 将车停在了高速路收费站 独留马哈一人在车中凌乱 随后 在出席的日方活动中 马哈被安排坐在了一把很不舒服的椅子上 而日方还要求他拿起地上的绳子 为纪念馆揭幕 身为王储的马哈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自此在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9年后 日本首相乔本龙太郎到泰国进行访问 一直耿耿于怀的马哈立即驾驶着F5战斗机 将日本首相乘坐的专机在跑道上拦截了20分钟 以报当年之仇 而马哈这种牙子必报的行为 真是让人感到爽歪歪 作为泰国皇室唯一的继承员 马哈早早就养成了风流诚信的习惯 紧正式的妻子就有5个 私下的情人数不胜数 而他的后宫更是堪称甄嬛传的翻版 1977年 在老太王的指定下 马哈和自己的嫡亲表妹来了一场包办婚姻 可出身高贵 贤良舒德的表妹根本入不了马哈的眼 这边表妹刚为马哈生下了怕公主 喜心厌旧的马哈就开始在外面包小三 表妹因此长期抑郁 服用药物 身材严重走行 人也变得憔悴不堪 可为了女儿和太子妃的名分 表妹只能忍气吞声 可谁承想 马哈就是个妥妥的渣男 他想方设法地逼表妹离婚 最后还将表妹告上了法庭 想要打官司休妻 1993年 马哈终于废掉了表妹 正所谓 救的不去 心得不来 5次结婚4度废妻 太王马哈究竟有多风流成性 他可以挥霍百亿取悦后公团 让20多的女军官坐候不对 甚至还让妻子半裸下跪和狗同时 马哈在废掉妻子后 很快将他最得宠的情人玉瓦提达迎娶进了家门 而随之多年的宫斗戏正式开始了 原来 利瓦提达在未嫁进皇室前 就已经为马哈生育了四子一女 套着子平母贵 终于熬到了原配备废 自己从小三上位 可好景不长 这段婚姻仅维持了不到两年 就被马哈以 利瓦提达出轨60岁的空军元帅而草草结束了 最终 利瓦提达以及四个儿子被剥夺身份驱逐出境了 而有内部消息声称 这其实是因为马哈嫌弃他年老色衰 特意策划的一场出轨戏 而风流成性的马哈根本没有寂寞的时间 很快 下一任太子妃希拉米正式上位 作为一名脱衣舞女 希拉米绝对称得上是国色天香 深得马哈的喜爱 甚至自己的家族还被马哈授予了王室家族头衔 而他也为马哈生下了如今的太子提帮功 可谓是一时风光无限 可是渣男马哈怎么会只为一个女人停留着 被冷落的希拉米为了重新获得马哈的注意 竟想出了一个馊主意 就在2009年马哈爱虫狗子的生日宴上 太子妃的希拉米竟然半裸出净趴福贵地喂狗吃蛋糕 而太子马哈则兴致勃勃在旁边观看 这一幕也被拍成了视频 流传到了民间 一时之间 太子民生受损 小四曾是舞女的黑料也被扒了出来 身为王储的马哈更是被指不务正业 伤风代俗 为了不让希拉米拖累自己的民生 马哈以太子妃家中贪污 和希拉米正式离婚 随后 希拉米被送进一孤庵 替发出家了 而马哈再次开始了自己风花雪月的放纵生活 18年后 已经67岁的马哈再次遇到了心爱的空姐苏提达 开始了自己的四段婚姻 在结婚前 马哈还将空姐安排进了军队 仅6年就被提拔成了女上将 可即便 空姐魅力无边 也没能将海王马哈留在身边 2019年 马哈即位泰国国王 苏提达正式成为往后 可是没多久 马哈就被拍到和护士施妮娜逛街约会 甚至还打破了王室百年不利妃的潜规则 高调册封施妮娜为贵妃 可仅仅只过了三个月 宠冠六宫的施妮娜就遭到了贬处 打入监狱 原因是施妮娜野心勃勃 多次假借国王名义发号施令 但是没有一年 施妮娜就被马哈风光接回了皇宫 而马哈的后宫真可谓是一场宫斗大戏 甚至就连疫情期间 马哈还曾带着20多个女护卫到德国避难循环 而除了马哈的后宫 他的金库也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世界上最奢靡的统治者 泰国国王马哈究竟多有钱 坐拥3000多亿人民币的个人资产 是英国女王财富的80倍 比沙特国王的两倍还有多 在各类知名杂志的榜单上 名不见经传的泰王马哈 资产可谓是吊打沙特 迪拜等一众土豪王室 稳稳拿下第一 更是全球最富有最懂得享受生活的国家统治者 2019年 泰王马哈的加冕仪式上 众人就闻到了强烈的土豪气息 马哈坐在全金打造的皇家轿子上 由16个强壮的士兵 抬着进行了6个半小时的游行 而前面带队的则是一群训练有素的大象 后面有13000人跟随 而他加冕带的皇冠更是重达15斤 全部都是由黄金和数百颗钻石组成的 在皇冠的最上方 还有一颗546克拉的印度钻石 如此一对比 英国女王的皇冠简直太寒酸了 整场加冕仪式下来 至少花费了3000万美元 这才叫真正的头顶金子我最富 除了这种重大典礼 马哈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更是格外用心 他有一支由38架飞机组成的庞大舰队 每年的花费至少占泰国空军的5% 这样的奢侈也就只有泰王能够拥有 他的跑车更是数不胜数 其中一辆劳斯莱斯就价值220万美元 在马哈上任以后 政府每年还要额外拨款10亿美元给国王 仅仅是用于他旅游 还有各种特殊活动的费用 马哈会带着几十个女人去预定酒店 仅房费就100多万泰铢 更不要提给这些女人买首饰和包包 除此之外 他还在德国慕尼黑郊外花费4.6亿泰铢 购买了一栋超级豪华的别墅 占地5600平米 因此 马哈基本常年在德国居住 而马哈这么有钱 究竟是如何来的呢 这就要从1973年说起了 当时泰国曼谷爆发了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 25万泰铢走上街头 和军队爆发了激烈冲突 当时的泰国总理选择了血腥镇压 这也就失去了民心 于是 这也就导致想在泰国做生意的人 都会让泰王参股 据说 泰国王室成员广泛在各大公司中都有股份 以泰国2016的GDP数据为例 当时泰国全国的GP总量为4152亿美元 而泰王马哈的个人资产就超过400亿美元 不过拥有巨额财富 放荡不羁的马哈 却在晚年患上了心肺功能严重衰竭的重病 可以说 万事万物都是公平的